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路加福音的第17章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7到第10节 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说 我们当中做仆人的 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身份 也看待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侍奉 我们对主人的态度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有一个仆人 耕地或者是放羊工作 从田间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主人对他说 来来来 辛苦了 坐下来吃饭 不会 主人会对他说 你快给我准备晚餐 这一个来伺候我 然后过后的我吃饱了 你才吃 那仆人就照着主人所做的去做 做完了一切过后 主人会不会谢谢他呢 当然这个是一般的情况 主人可以不用谢谢的 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出粮给你 对吗 这是你的工作 当然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有礼貌 我们尊重我们的仆人 但那个是后话 这不是主耶稣要处理的 保罗有在另外一个经文 后边的经文 特别是以弗所书 哥罗西书 像平行的经文 就提到主人要怎么样对待仆人 但是这不是主耶稣要教导的那一个的重心 主耶稣说 难道主人还谢谢他吗 仆人做完了一切 应该说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我们要做的 或者本事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这一段的经文 很短的经文 第七到第十节 非常的短 那我想从自己方面我们来做一点的反思 第一 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本位 认清楚我们的本分 一个仆人就要认清楚 原来我们真的是仆人 有些时候我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是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众人的仆人 但是在态度上 好像是做老板多过做仆人 在态度上 有些时候就有很多的比较 很多的计较 那弟兄姐妹 这不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态度 主耶稣说 做仆人的就专心忠心的去做 认清楚 当然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是他的仆人 做的 我们的本分应该尽上的本事 我们该做的 我们所做的 那我们要去带着谦卑的态度 这是第一样 认识自己的本分 那一定会来到第二 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本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顺服主人给我们的任何吩咐 不管是去田间 去放羊 或者回来了继续做这一个的晚餐 束起腰带来去服事主人 这一些我们都会甘心的去顺服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 然而我们真的有彻底顺服上帝的吩咐跟引导吗 我想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 第一 认识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本位 然后顺服 在从认识本位过后 一定会带来第二 谦卑顺服主自己的引导 弟兄姐妹 这段的经文不是独立存在的 我觉得它跟上文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第17章的第一个段落 第一到第四节 提到耶稣对门徒说 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要原谅对方 就算对方一天七次得罪你 七次回头都要去原谅对方 然后门徒就对耶稣说 求你加添我们信心 师父门徒可能对耶稣的这种教导 感到惊讶 也没有搞错 怎么样一直去回应这些 做错事情的人呢 我真的需要很大的信心 求你加添信心 那么主耶稣就说 如果你要你的信心像盖菜种 那样是小 也能成就这些事 然后主耶稣就提到 仆人的这个情况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从上下文这样子读下来 主耶稣其实在教饶恕的功课 一个在关系里面要修复的功课 然后主耶稣门徒就好像有点反应说 那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了 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这样子原谅人 主耶稣说你的信心盖菜种那样的小 你要有这样子的信心 你就能够 然后就提到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 做完一切 还要对主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以信心不是要成为一个的借口 在这段的经文 门徒师父要用信心来做一个的借口 要饶恕人吗 哇主啊我需要多大的信心啊 主耶稣说一个仆人该做的态度不是去找借口 一个仆人该有的态度是做完一切 仍然要对主说我们所做的是本分该做的 因此主耶稣说饶恕我们做仆人的 不能够说主啊我们有信心 不我们就要去靠主给的力量去饶恕 当主耶稣说原谅我们就要去原谅 弟兄姐妹一个顺服一个仆人顺服主人 那是应该的 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仆人应该顺服天上的父 顺服上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对祂的话语彻底的顺服 求神帮助我们 若你没有信心 回来看看这一段话 主耶稣说这是仆人该做的 求主带领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怜悯我们 我们都是毋庸的仆人 我们该做的 本是我们本分当做的 但是谢谢你 仍然借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给我们力量 求你带领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